白羊座下周运势 9月9日到9月15日 事业运势 水星这位机智的小信使带着他的放大镜 悄悄溜进了处女座那座精密的攻防 对咱们白羊座而言 这意味着啥 你们即将变身成为职场上的细节大师 不仅效率飙升 连组织能力都像是被施了魔法 井井有条的让人羡慕不已 更觉得是水星与火星那场火花四剑的六分五 还有太阳与木星那场跨界四分对话 简直是为你们的事业扑就了一条金光大道 沟通无阻 合作频频 项目推进如同达成了火箭 问题吗 自然是迎刃而解 小菜一碟 至于金星与木星的甜蜜三分 简直是财运的前奏 记得哦 机会来了别眨眼 一把抓牢 事业上的小确幸正等着你们呢 财运运势 说到钱袋子本周对白羊座而言 简直就是一场寻宝游戏 金星与木星的梦幻联动 仿佛财神爷亲自下凡 给你们撒下了一片金碧雨 不过 别急着数钱数到手抽金 水星在处女座的严谨影响下 提醒咱们要做个精明的理财家 每一笔收入都需细细规划 每一分支出都要理性考量 记住 冲动是魔鬼 尤其是在投资和消费上 稳住 我们能赢 让这份意外的财运成为你们财富增长的坚实即时 爱情运势 单身的白羊座小伙伴们准备好迎接爱的邂逅了吗 金星这位爱情使者正挥舞着他的魔法棒 为你们编织一场场浪漫的邂逅 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气息 每一次回眸 都可能遇见那个让你心动不已的TA 恋爱中的白羊们 这周则是加深情感的黄金时期 沟通无界限 理解更深刻 记得多分享彼此的心声 用真心去浇灌这份爱情之花 让它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记住 爱情里 真诚与包容是最美的语言 健康运势 在追求事业与爱情的同时 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宇宙哦 本周 特别要注意情绪管理 别让压力成了健康的隐形杀手 白羊座的你 总是充满活力 但也要学会适时放松 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健康饮食 适量运动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些都是维持身心健康的秘密武器 记住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